这只猩猩名叫凯撒 因为伤害人类 被关进动物收容所 看守员是个虐猴狂 让他睡石板床 还每天虐待他 就连同类的猩猩都不放过他 凯撒偷溜出收容所 不料却被看守员发现 看守员为了赶他回笼 拿着鞭子不停抽打 凯撒忍无可忍 死死抓住看守员 对方让他放开自己 但凯撒站了起来 凯撒是只孤猴 一家药物研究公司抓走了他妈 当作112号药剂的实验品 其功效是修复受损脑细胞 强化人类大脑 卷猫哥正是研究药物的负责人 凯撒妈变得聪明 但也给人类带来危险 他为了保护刚出生的凯撒 奋力阻止员工的抓捕 刚逃出牢笼 就被保安当场击毙 凯撒刚出生就成了孤猴 卷猫哥为了保护凯撒 只好将他带回家抚养 凯撒遗传了母亲的聪慧 刚出生两天 就会自己端奶瓶喝 一岁会手语 两岁能玩游戏 三岁就有超高的认知能力 到了八岁 俨然拥有成年人的思想 凯撒看到路边带着项圈的狗 不禁想到自己 他又何尝不是一个带着项圈的宠物呢 卷猫哥表示 凯撒不是宠物 而是自己的家人 凯撒在和人类相处过程中产生了感情 变得很爱家人 看见爷爷被邻居欺负 想都没想就冲出房门 扑倒邻居 挥舞双手不停锤打 还咬伤邻居手指 直到爷爷叫住 凯撒才停止攻击 他立马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错误 趴在爷爷肩上自责 或许家人会原谅他 但周围的邻居 显然不会放过他 邻居们纷纷报警 将凯撒抓进了动物收容所 这只猩猩因伤害人类而被抓去动物收容所 看着满地娱乐设施 凯撒兴奋了 但他不知道 噩梦才刚刚开始 卷毛哥刚走 凯撒就幻想破灭 说好的豪华露天单人间 却是臭气满地大通铺 整间房都是自己的同类 看守员过来投食 凯撒哪里吃过这种垃圾 对着餐饮服务很不满意 看守员可不管你满不满意 这是老子的地盘吐出来都要给我吞下去 凯撒被折磨得很绝望 他在墙上画起窗户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家 休息时间星星们被放出阳台 星星首领看着新人很不爽 一把撕掉凯撒衣服 还追着他发起进攻 看守员及时赶到射出麻醉枪 这才让凯撒逃过一劫 卷毛哥为了了解凯撒过得怎么样 再次回来探望他 发现凯撒被欺负 他却只能警告看守员 凯撒十分想要回家 但伤人案刚判 还不能上诉 卷毛哥很无奈 这也让凯撒伤透了心 他擦掉墙上的画 趴着墙伤心流泪 凯撒不愿再做囚犯 他已经在心里打起了反抗的算盘 凯撒偷来一把小刀 趁着夜色 放出最强壮的星星 让对方臣服自己 并引诱星星首领 躲在暗处一发偷袭 表明自己才是这里的老大 卷毛哥为了凯撒不再受欺负 打算埋走凯撒 尽管回家之心无比迫切 但凯撒却关上铁门 他知道 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 他势必要解救所有同类 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星星还不够强大 凯撒溜回卷毛哥家里 偷走112号药剂 并在看守所里通通释放出来 这下星星们都拥有了超高智商 晚上 看守员发现凯撒待在花园 拿起鞭子对着他就是一顿打 这次 他迈出了反抗第一步 凯撒放出所有星星 将其余看护人通通丢进牢笼 看守员清醒后 拿着电棒想要阻止他们 但还是不敌凯撒 凯撒发现有只星星 已被送去公司做实验 现在他们要去公司解救同伴 这一群星星被关押在动物看守所 现在他们拥有比肩人类的高智商 为了解救同类 数十只星星从看守所一涌而出 冲进公司破坏所有设备 释放关在那儿的星星 老板回到公司 一抬头 其余的星星分队救出动物园的同类 在大街上肆意毁坏 凯撒带领队伍 人手一把长矛 对着警察发起袭击 解决了追来的警察 星星大军只剩最后的目标 他们要穿过金门大桥 去到充满自由的红山公园 凯撒带领星星冲上大桥 警方也已经在另一边架好了防备 凯撒下令兵分三路 一路爬上桥梁 一路爬下桥底 来个出奇不意 剩下一路正面进攻 警方发动骑兵部队 向星星挥舞着警棍 力大无穷的大星星一把拽下警察 凯撒还在一边告诫 不要杀人 为了抵挡炮火 星星推翻大巴 当作防身盾牌 凯撒骑着马匹带头上阵 其他两路顺势突袭 老板坐着直升机赶到 下令开火解决凯撒 大星星为了保护他 挺身而出 跳向直升机 用肉身挡住子弹 最后跟随直升机 一同坠毁 凯撒看着忠诚的同伴 就此牺牲 对于人类的怜悯之情 俨然不在 痛苦转化为愤怒 他终究打破了不杀之心 下令让手下解决 奄奄一息的老板 星星赢下了战争 他们跑到红山公园 卷毛哥得知消息 紧随其后 找到凯撒道歉 想让他回家 但凯撒知道 这里才是属于自己的家 卷毛哥明白 失败他的心意 也不再为难凯撒 让他回归真正的家园 人类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先前公司改进了 112号药剂 但人类吸入会不治身亡 一名员工在做 星星实验时 就意外吸入泄露的药剂 不仅自己挂了彩 还传染给航空机长 一传十十传百 最后导致全球人类 都灭绝了 这也为后续的 第二三步做铺垫 不知大家是否想看 后续解说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